大家好,我是小主播Sky 平时去动物园看熊猫吃竹子 吃得津津有味,且看起来无害 不过它们可是肉食动物 加上它们个个都是爬树高手和游泳健将 如果有动物或人类无故招恶它们 可是会激发它们凶惨的个性哦 因此去动物园看到熊猫时 只要静静观赏和爱护它们就好了 记得不要刺激它们 熊猫给人的感觉往往是笨拙且慢吞吞的 其实如果它们激动起来 速度可是非常敏捷的 加上它们有将近160公斤的咬合力 可以让熊猫被列为最危险动物第五名 仅次于北极熊、老虎、棕熊和狮子 除此之外 很多人可能好奇 为什么熊猫爱吃竹子 主要原因是 它们体内的Y1R1基因发生了变化 导致它们很难尝出肉类的鲜味 反而对竹子特别着迷 不过熊猫的体内 其实并没有消化竹子的基因 所以严格说起来 熊猫经常消化不良 这也是造成它们行动缓慢 且常常在睡觉的原因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